我開始講 我先主要介紹 我稍後再介紹 我先問各位 你讓我稍微知道 因為我要問 是你自己來 自己看網路來的人 這樣不可以稍微抓手 讓我知道 多久之前知道 所以那時候開始了解 是朋友介紹回來 可以讓我知道嗎 朋友都 這樣應該都朋友介紹 超過半年以上 介紹到這時候 才來的 這樣不可以讓我知道 意思 兩禮拜前 你們朋友叫你來上課 差不多都這樣 是不是 所以我了解 我要了解 這個問題 對我講的問題有幫助 因為你們來這裡上課 我認為我用一點點的時間 我們絕對 讓你用故事性的東西 讓各位去了解 你今天為什麼來這裡上課 你了解這個問題以後 因為你花錢了 希望你了解這個論述以後 你變成跟我們一樣 跟我們一樣 在外面都參與必須長說的 要比較多 要比較接觸 但是你如果 發力 你沒有了解清楚 你會受到 受傷 你會去用麻 你這個瘦的 你這個空的 我已經去用麻很多了 所以你如果說 你讓人 幫你教諒 教諒 你已經 搞不清楚了 今天這個題目叫做 一場遊戲 一場夢 我沒有 我沒有說太多 我直接講重點 我希望你們可以做筆記 做筆記 你一定要做 因為我幫你整理 我幫你改靠的字 我幫你改靠好了 今天你的故事你聽完 你頭部的基本概念 就一定有 絕對有的 因為這些資料 是我長期 人來辦公室 我用這些資料 解釋 喂 喂 用 他來辦新聞情 我為什麼用這個資料 給他介紹 相信現在在座的各位 有人就是來辦新聞情 看到這些資料 來上課 為什麼要上課 一場遊戲 一場夢 什麼遊戲 什麼人用這個遊戲 那上面寫得很清楚 我跳過去 沒幾例 因為我們的故事 剛才好 對這個 今天要講的這個故事 剛才好 對這兩個原子彈收集 小蔡拜託 只要有這個logo 都是影片 1945年8月的兩顆原子彈 結束了台灣50年的知名地位 你怎麼注意看 我不要暫停 待會 麥克阿瑟他講的 他有 崇光奎代表 日本天皇 跟日本政府 代表兩個單位 他去講的 他去講的 所以我們要北斬歐里 這就是北斬歐里了 好 所以這個壓平 你有需要 那個power point 你可以帶在後面 70軍,總計3000多人,搭乘了40幾艘美軍艦艇,駛進了基隆港 你看他們這些阿扁哥 那都是美軍用40幾台,剛才有說的 是聯軍用40幾台的軍艦來的 他們沒有軍艦喔 用手勢勃勃,要用本島去搭 很多人都派火山 那學生也沒有情節 不然說學生也沒有情節 下來的整隊、行動都離離了 我在他們的日常看到一個冠風 冠你啦,一直在賣金武店 一直在賣說 你是怎樣我拿這個水柳頭回去搶他 插到旁邊,還是要補水 一直在賣說,你就讓我去 這故事我們都聽過了 結果齁,這找到這個音頻齁,很好 來,故事剛才說故事剛才開始 因為日本天皇戰敗的時候 你會記得一件事 當時叫一下 就蔣介石元帥委員長 他代表他讓整個支那 和福爾摩沙 和北緯16度以北 法蜀印度支那 這個就是河內 這個三個單位 我解釋這個背景給各位聽 蔣介石不是來台灣而已 當時有三個地方 向他頂頭的日本軍 向他導航 不是只有這樣喔 你看後面 這個當時 就是蔣介石 派這個盧漢將軍 去河內接受日軍投降 這有項目 但是他去接受的 陣前26天 這個28號 這個奢侈 陣前26天 這個胡志明 宣布獨立 這樣這個背景清楚了齁 所以你看齁 當時不是只有台灣喔 還有外籃喔 這當時去外籃的 這些旁邊 跟剛才你眼鏡裡面 看那麵皮旁有一樣嗎 一模一樣 但是他走去外籃 後來又回去 他來台灣 這裡你說也要走啊 為什麼不走 所以齁 你現在看到這個問題 你頭一次看 因為這張眼鏡 我今天頭一次最可說的 你們要資料 你們自己找 我介紹這個問題 你們一定不會看過這個問題 有人拍看過這個流通券嗎 拍看過齁 來 我介紹各位 這個問題在開羅宣言以後 今次就命令一個修組 成立台灣接收小組 成立台灣接收小組 這些資料 在中華民國的中央銀行裡面拿到的 這個地方有一個越南流通券 上面也回到中央銀行 這個地方有中央銀行台灣流通券 東北九省流通券也是中央銀行 這裡還有一個新疆流通券中央銀行 為什麼 這個地方都算龍山 這個地方不是 因為我跟你說 這東北九省是滿洲國 當時滿洲國剛才有說 除了 除了滿洲國以外 除了滿洲之外 那算是三年代行的 後來交給中央銀行的時候 他也要過去過去了 但是他想 那個時候 東北九省就是滿洲國 人家知道這個地方 不能用順中山 不一樣的國家 去折而已 但是你看 這個外南 當時流通券要用的時候 他是法國的殖民地 法國反對 你是接收這個地方 立軍的大方 你怎麼可以把你的租金 把我刷在這裡 中央銀行就是租金 要刷去外面 所以你看 台灣中央銀行 這兩張都沒用 這兩張都沒有發行 他上面也是把他刷中央銀行 台灣是美國軍事占 那不是他們的土地 他怎麼可以把租金還刷在這裡 新疆 這個新疆 只有三個月 但是這個 這個用兩年 還有11歲 他就沒有保護國了 他沒有老闆 所以這張用最久 我們來看後來 用的這個錢 你看 來 這張錢 你們手頭有這張 你們現在拿到這張 我用這張錢 你去跟你的朋友解釋 一聲就通了 我已經用幾年了 你現在拿的是 差不多一年多錢 現在找到比較新的 你看 這是古早錢 沒錯 但是寫中華民國35年 34年 1945年 8月15日 日本天皇導航 他9月設置 接受日本軍的導航 10月25日跟你說公學節 所以你看 34年來台灣 35年為什麼用台灣銀行 我用中央銀行 我剛才已經說 那個流通箭的故事 給你聽 因為租款 不是他的 他的租款沒有在這裡 所以他不能用中央銀行 他自己本身就有錢了 減量不能移轉租款 這就是 張必須長你說的 你們普通班的時候 要學的 你看 這是 你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這張 這個錢也順利 當時他不是跟你騙說公學節 對不對 既然你收復國土 你中國的錢 你要拿來台灣銀行 才對 也為什麼你不來 一樣 剛才說的 減量不能移轉租款 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 所以你有這張錢你就好解釋了 這裡還有一張 這個你上頭的DM沒有 這是明國四十三年 明國四十三年 已經經過明國三十八年了 整個中央千都來台 你中央不是跟我說公學節 你整個中央不是由 中國前來台北市 既然是這樣 你說光富節 你應該在台灣上頭用中央銀行 結果他也是繼續用台灣銀行 結果這裡最後面這兩點你看 這裡現馬祖地區專用 這你如果沒有改稅 你也聽 你也是說 這就為什麼古早錢了 這關鍵 明國在這裡 因為 中華民國他是流氓政府 他如果要在金門跟馬祖 要發行他的鈔票 他政府要刷回去金門跟馬祖 東方銀行要刷回去 但是很有可能 金門跟馬祖是很瘋中國的 那如果青菜一粒請進 晚上幫你 那間經濟就幫忙 很有可能 所以他就只要拿美國 Google去查圖片 叫做中華民國紙幣 一堆 你這個問題 你不用跟你的朋友說 那麼多 發理也聽不懂 什麼叫做 減量不可以移轉租款 什麼叫做 流氓政府不可以集體合法 他們聽不懂 你如果說 你來參加 你就有什麼好處 怎麼做 這樣比較快 但是 雖然可以 他也不可以繼續幫你幫忙 因為當時 這張照片 這裡說你們普通版都看過了 我簡單快速跳過去 主要你說這個東西 上面是美國國際 都知道 這張圖都知道 有人需要我說 你就拿手 因為後面有比較重要的 問題我慢慢說 比較重要 我們吉他很多工書 都有說過 它是壽祥典禮 他是太平洋戰區 這標準是太平洋戰區 他跟你騙 他跟你騙 他跟你騙台灣共浩 他跟你騙 這叫做台灣 這叫做中國政府 其實標準是這樣 這是接受日軍投降 這個地方是誰 他應該是在太平洋政府 他為了要跟你騙 要跟你洗腦 當時 日本天皇導航的時候 北方四島 他分配叫蘇聯占領 蘇聯做一件事 他把頂頭1萬7千名的 日本人 用軍鑑製造 所以為什麼 你拿這個資料 對你來說很重要 你就這樣跟你的朋友說 就好了 當時的相關就 他也要求聯軍 把當時台灣 有600萬的日本台灣人 用軍鑑製造 美國說我沒有那麼多軍鑑 所以他只要用行政命令 所以你們像普通班還是 曾有可能有看過那張行政命令 他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才用那張行政命令 把當時的日本台灣人改變國籍 這張行政命令就在這裡 他對民國三十四年 十月二五開始恢復國籍 這違反國際戰爭法 因為你去領他的國民身份證 他的國民身份證 跟我現在你拿的綠卡 是硬模硬 你知道我現在的綠卡 在美國我不能選總統 我不能去投票 我也不用做兵 因為我沒有效忠的對象 結果你現在拿 你所有人拿這張國民身份證 跟我綠卡硬模硬 為什麼中華民國 他不想發行公民卡 他要發行公民卡 他要回去勤問媽祖 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學法 來 這都成年 你們五百看過二十八 當中他脫穿 拖到人 這都只剩片而已 我現在後面這個給你看影子片 來小蔡拜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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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好像是河邊倒 那我們後面有四萬塊多一塊的 你們注意看喔,等一下有一個腳踏車 用腳踏車載錢要去換錢 我不知道那堆錢可以換幾塊嗎 這樣啦 有沒有,這不知道換幾塊我不知道 來,我簡單齁 你只要可以改稅這張圖 其實你發力就已經很多了 我先說一個很簡單給你聽 因為這之前我,你如果要了解更清楚 我之前我在上課的順帶就有改稅很清楚 因為沒有時間的關係 這是中華民國海軍軍機 這機叫做海軍軍機 這機是中華民國的國機 這中華民國的國會 他的國歌叫做中國雄力宇宙間 這不知道有選國歌 你們共唱三民主義,武當所長 這就有黨歌,怎麼會是國歌 所以你看,你現在用的是下面這位 這因為美國叫他補辦證件 在美國四十三年 他叫五十年的十月二十三 他在要簽這個 中美協防條例進行幾個月 因為這時間沒這麼剛好 補辦證件 給他就地合法 所以他當時用這機 經過立法醫,等一下我有那個公文給你看 他用這機去立法醫 去抓手通過 用黨費去變成 這個叫做黨費 他光芒造外援這個叫黨費 這個叫做國費 你知道嗎 他轉去立法院去補辦證件 他用黨歌去當作國歌 這樣唱幾十年了 你都不知道說這機是中華民國海軍軍機 所以你看 這中華民國也去美國算了 他在那個中山頓 去接受受賞典禮 他今年用中華民國海軍軍機 當作中華民國國機 因為那幾年 那些三十四年這四十三年 立法醫才通過 所以中華民國都去美國算了 他沒辦法 他沒去算也不行 不然他沒帶走 你知道嗎 我們的真相 你們今天坐在這裡上課 到底在哪一個時間點 我們知道很多事情 因為我們當時 我們必須長 帶兩百幾的人去隔離國政府 我們是從這裡開始 我剛才跟你說的 其實我們很多人 包括各位在這裡上課 要經過一段很久很久的時間 我剛才才知道 如果台灣人 匯軍負 podium 到底負自己幾何處 理工費 不知道到底他在哪裡 其實 我剛才跟你說的話 中美協防條例 這是第一回到的地方 我待會有打證 我等一下 有政府給你看 當時去顧美國的時候 美國的律師有說很大話 他說兩邊共同防禦條文 條例裡面 協定裡面的條文 該協定已經將台灣主權給予中華民國 當然我們屬後知道這在黑白講 法官有它糾正 不是 但是為什麼他當時這樣說 我們只知道他是美國國務院的辯法律師 所以我們知道美國人當下思維 就是這個中美協防你的頭腦裡面 已經把台灣的主權給了中華民國 是在這裡開始 所以我才開始去查這個中美協防條例 來 在這個位置 我這個時間都跟各位都學好 你只要有這個時間走 你瞭解這個問題 你瞭解這個問題 放在你的頭腦 你再來討你的新台灣人就很好討 因為我們的新台灣人拍討是什麼原因 我們必須長因為時間悠閒 所以他很多的文章出現後 他就照樣擺起來 你擺起來 它在裡面的時間 有時候對頭腦就把你挑在後面 你看這邊覺得像創婦 你就覺得這看過了 其實裡面有一部分重點 在看過裡面 所以你也可以 葉非打仗會 打仗會 打仗會很辛苦 那不一樣挑戰的東西 但是我跟你說 台灣有很多專家 他有可能在這個10年裡面 做研究 他有報復論文 但是我們如果把這個10年10年10年全補 都把它加起來6、10年這樣放在一起 機關艙的層口 所以過去我們都沒有去參與 但是這段時間 我們有這個時間走 要把它放下去 你就看出一個所以欄 我保證你看 這1955年12月13日的中美協防條例 結果你看 我剛才不是跟你說那個國旗 在1955年10月23日 再通過 立法院再通過 這樣頭到尾差了幾多月而已 有看到嗎 所以你看 當時 現在我大概把這個事情解說給你聽 在這個地方流氓來台灣 這都美國人你安排的 這美國人完全知道他在做什麼東西 在38年 因為這叫做中國軍事政府 當時這叫做警備總司令部 對不對 你如果看 在這個地方到這裡四檔 這個地方我要用時間解說清楚 讓你們了解這個時空背景 這樣投到尾才有四檔的時間 這四檔在這個位置 美國已經生臨台灣這個經備總司令部了 生臨了嘛 怎麼會無台無錢經過四檔說 這個中國政府 他派來這個軍事政府 是美國生臨的說四檔過 這個本身的這個政府說不忘了 不忘了要怎樣 我問各位 台灣的這個經備總司令部 美國當然 結果他的母國 已經沒有了 沒有他要怎樣 當然要開始想辦法了 所以你看 在這個階段上 38年 一直到寒戰爆發的這段時間很尷尬 中國民國到底要去哪裡 但是在寒戰爆發的那個時間 剛好救了蔣介石 他堅持反共 反共本來就是美國的立法精神 美國的立國精神 他就是經濟主義 所以他的敵人就是共產主義 所以他堅持反共 一直到寒戰結束的時候 他原先 我們剛才有說的 麥克阿社分配給蔣介石 分配給蘇聯 去分配佔領很多個地方 但是他在寒戰結束以後 改為代理 代理 但是這個代理的時候 他一直在請教我們秘書長說 到底代理有代理的證書 代理的合約書 沒有了 也找不到 結果看見 對剛才你說的美國的司法 司法院的訴訟裡面的律書 說這段話 這個就是 這中中美協防就是 所以你看 這頭到尾 因為在這個中美協防和韓戰之前 這個中華民國是劉政港的劉王政府 因為他好像春金問到媽祖 春一個小孩 要說他不是劉王政府 也可以這樣說 也可以這樣講 所以 美國要跟他簽這個協防 這個中美協防的條例 要保證 我們這個時候 只能用這個法例去看東西 我們用 比較邏輯性的思考 想當然 不然這個時間不會差這麼久 因為你一定要先這樣加息 我們事後再來求證 一直走到什麼時候 走到中美長高 這個中間有一年重疊 這個地方一直買武器 一直買 從這裡開始一直買 大量均購 我告訴你 你這裡有這個資料 我都小超都給你做在這裡 你這裡有黏就好了 來 這點就是我剛才跟你說的 你看 這中華民國的國際的設計度 有沒有 在1955年 立法修正 中華民國國徽國企法 有沒有 就剛才我回去剛剛那個位置 你看 1955年 10月23 1955年 12月13 這沒多久的時間 來我給你看 中美協防條例裡面 在這個地方 看有 來 這個第10條 這個是中美協防條例的第10條 這裡有什麼 帝約國 你這個中美協防條例要結束的時候 要由一方的帝約國 告訴另外那一邊說 我要終止這個合約 所以 台灣關係法 跟中美協防 裡面有重疊一年的時間在這裡 既然 你 要簽合約一定是國對國 你劉王政府 我怎麼會叫你簽 所以你看 這個 是中美斷交 1月1號 中美斷交 經過四個月 還有十天 就是第二年的 1980年4月10號 美國國務院 才通過台灣國安規法 然後追溯到1月1號 完全就在這裡 因為你一直都簽建交 所以你中美協防要終止 頭前那個客友要終止 一定要叫頭前那個客友說的 要解除條約的流程 所以他說一年 所以你一定在四個月 通過要追溯到那年的1月1號 這樣剛好一年 繼續 來 我們現在開始來看中美斷交 的時候 成立的台灣關係法 所以我跟你說 台灣關係法是在幹什麼 台灣關係法就是 繼續讓台灣這些人 用納稅 納稅金的錢去買一些 實在是 他要淘汰的東西 你如果看 這東西 這機密檔案 1977年7月24號 那個時間 你現在要有一個時間概念 就是說 1979 1977 1980 這個是 建交 他跟台灣 這個中華民國 長久的時候 是1979年 但是他1977年 就已經開始買不起了 這內容 你如果copy 看清楚 因為我們沒辦法說 這麼清楚 這個是台灣關係法的本文 裡面 它是誰提供 防禦性武器給台灣人民 不說要錢 這上面就說就錢 而且這個台灣關係法 裡面還有一支基金 不但不用錢裡面 還有一支基金可以用 這什麼不用錢 這不用錢嘛 但是這之前就已經開始買不起了 他跟中國在建交的時候 他有一個附帶的彈書 我跟你建交沒關係 但是你要繼續 同意我把不起賣給中國民國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看 看這 看這 這比國人多厲害 很厲害 頭前要買不起 為了建交 那本文裡面不用花錢 後來跟人家建交說 你要同意我繼續賣給中國民國 這到底是什麼條約 怎麼都沒人看過 這就是台灣關係法 他不是正式的外交關係法 非正式的 非正式的外交關係法 他這個問題 我都可以把你寫得很清楚 你只要這樣黏就好了 這很簡單 跳過去了 因為時間 如果有夠 我還有準備吉他 要給各位 你看 一項一項來 這是錢的法案 美國的利益 你看 我們從這裡開始看 1970 買這麼多東西 48台的非能機 500枚小牛地對空飛彈 這不少錢 這很多錢 1970 80 82 83 84 85 1986 1989 1990 1991 這個引清風會拉法業率 18 1989 1991 這中間有超過三年不買 什麼原因 其實我也沒時間去研究 沒有意義 過去了 但是我剛才知道 每年都在買 我們只要知道 這個台灣關係法 確實為了 這個台灣關係法 買了這麼多的東西 這個後面 我沒有再查下去了 因為你現在的P3C 跟那個阿帕契 阿帕契 是單水變時代的時買的 買買也不會賠 比如說 只有一台 給他賠 這樣 你只要會記這段話就好了 我們現在民政府 因為我們國贏美國 會國文義 所以我們要求美國要根據 舊金山和平條約 親自佔領 既然舊金山和平條約要親自佔領 這不是現在才產生的 這個是在日本天皇 戰敗 舊金山和平條約 十四一號 你就要這樣做 你用模糊政策 把中美防禦條例 再加 後來接這個台灣官的法 這樣兩個要準 但現在讓我們發言 他在頭暢白 我們不允許 所以 你要記得剛才那段話 這樣你會通 我剛才跟你說 很多歷史 在那個時間裡面 十年也好 十五年 二十年也好 你有可能看不出什麼東西 但是你把這六十多年都把它放放 就跟你說 機關都藏在城口 你看到有 這幾年 六月扯到 習近平去訪問歐巴馬的時候 我們的自由時報有頂 美國CIA有公佈 他訴求民國三十八年的機密檔案 他在這個地方指台灣地位未定 我這個訪大 在後面 裡面到底什麼東西 來 你看 台灣的法理 法律地位 仍是被佔領的領土 這幾位 你們剛才上課 這幾位多深遠 他為什麼不寫被佔領的殖民地 如果他上面是寫被佔領的殖民地 那現在台灣就跟波多黎各一模一樣 根本不用跟他買武器 每一年都跟他申請幾百億美金的經費 現在波多黎各就是這樣 我收集很多 人家有機會這辦給你看 那個地區 有夠漂亮 你看他有辦法辦加年華會 你就知道那些人民是多 心情看多爽就多爽 以後再給各位看 所以 我們經過六十多年 我們 應證 這個叫做應證 因為這是去年的事情 他掩蓋真相 當時美國早就已經知道 佔領不得宜轉主權 所以他怎麼分配 他怎麼把台灣送給人 他知道 就算我把台灣圓圓圓圓 送給你中華民國 你也吞不下去 跟現在蘇聯一樣 這是美國不要說 其實蘇聯拿北方四島 他沒有法理的依據 知道的人就會去牆除 不知道的人就不知道 這東西這個杜洛斯 那時候還不是國務卿 他還不是國務卿的時候 他就那時候已經知道了 這都清清楚楚 這六十九年來 美國政府怎麼對台的政策 就是我剛才那個表 剛才那個表 這樣錯就錯 他錯再錯 這個文章不是我寫的 這個文章大部分 都是對秘書長的文章裡面 他說會在經濟 komet 所以脫隱形 所以去台灣 就知道 就像石棘,石棘的多久 所以這個柏 Bä光 他告訴你 無論你走哪一條路 都會讓自己陷入更麻煩 所以你看台灣 這麼多東 有去中華民國典器 很多團體 走走都害了 不走 是病Rail extrem 現在身體也不好 當然他對台灣有奉獻 那個心我們要打破 但是孫子怕不出去 走不出去 連美國也跟你說 美國人頭上牌 你不可能知道我 那個迷宮我不可能跟你說 所以會記得 當時的麥克阿瑟 其實 麥克阿瑟 當時都因美國人都知道台灣的法律地位 所以台灣地位未定 一直跟你說一些模糊的字眼 它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昨天秘書長 晚上怎麼跟你說 國賓飯店的故事一樣 那寬正人落在手頭 美國也不知道他把他吞下去 這三個總統 上面都很簡單 給你寫在這裡 這寬正人出賣了 東西的開羅宣言 就是 有啦 你們都看得那麼快 杜魯門 他毫無知悉 台灣已是在1945年4月1號編入 日本國土一部分成為萬國公法所適用的領土 如果是市民地就不需要用這個萬國公法 既然你是市民地 你就要遵照萬國公法的原則去執行 當時的這個尼克森 在當時環境的時空背景下 接受同為反共之國民政府 佔領台灣 尼克森總統 則是為使美國和中國曾能夠順利建立外交關係 而得知 這個得知跟認知差很多 這得知的意思就是說 你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說的什麼東西 我知道了 但是我沒有先認 得知的意思是在這裡 所以美國都一直在搞這個模糊政策 我現在要講的這個問題 你這些圖 你現在這些圖 你把 記好清楚 就是你託主 這樣 好像你看卡通 來你看 因為為什麼美國怎麼要這樣 把台灣撲掉 因為台灣的地位實在是太重要 因為台灣的地位實在是太重要 但是美國如果要把它拿下來 身份實在有夠高 很高的 所以他放棄又覺得太可惜 所以他只能找這個人來幫忙 因為他媽跟美國的關係很好 口碑不好 所以美國他只好去開始訂定這個模糊的契約 這個模糊契約 他只看有別人看沒有 尤其他就沒有電視 我記得怎麼叫你簽你就簽 不然你走 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 模糊契約一定有模糊的領土政策 到底怎麼模糊 這有道理記起來 你就知道台灣的地位了 台灣跟朋友 美國的海外為合併的領土 中華民國他就是金門跟媽祖 你要訂訂契約一定有標的物 你沒有一個人出一項 要怎麼訂訂合約 你中美協防難道你中華民國有辦法協防到他的美洲大陸嗎 不可能 所以一定要一個人出一項 但是那個模糊政策 中國有很多人 中華民國應該高層有很多人知道 但是沒辦法愛與無奈 他變流氓政府 他沒地方走 所以將錯就錯 一錯再錯 後來台灣關係法 剛才這樣接下去 所以你看 每日安保條例 日本出四國 九州百海島本州 美國出台灣派 所以你以前必須政府說 現在日本就是自治政府 民政府以後也是要要求主題 我們沒有辦法獨立 所以你看 美國每日安保條例 一人出一部分 中美共同防疫條例 一人出一部分 你不知道有道理 你如果把這個 記在頭上 法律就通了 這個時間走 我又替你整理好了 來 你看 剛才開始 他叫 你看 你看 剛才開始 第七艦隊 進入台灣海峽 這個時候 中華民國 基於反共原則 一直走 但是在舊金山和平條 的生效 在這個時間點 美國開始 大量經濟援助 一直到823 砲戰這個階段 美完到這裡 但是舊金山和平條 簽了 在他的條約裡面有說 這個占領國要在九十天 來要離開 他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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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跟他算一些有的 所以韓戰 在這個地方結束 結果 他開始在這個地方 把他的 國徽跟國旗 跟就地合法 在這個地方 跟人們簽約 簽約完畢 才有組到823砲戰 所以美國的第七艦隊 協助後勤運補 還有戰機 勝利女神飛彈 運到台灣 他這是送來台灣 十二門的八吋炮 這八吋炮 這槍子會怕死人 你看 這麼大件 這是這個八吋炮 這是中國共產黨 那邊的槍子 會飛彈 這件跟這件 好像原主導團 叫做鳳魚 他還要再來 如果沒有這件 台灣人走也出頭天 就是因為這件 這件害了台灣 不知道 繼續在台灣人家吞打 所以這個 這件政治 我覺得很 比勒 怎麼有人會這樣放 你看 當時的美國 也已經清楚 台灣是日本的領土 他怎麼黑白說都沒關係 暫定不能移軟主管 流氓政府不能集體合法 你這兩句話 你一定要記到清清楚 所有的故事 都對這裡說去 所以我念給你聽 對疫球 數三年的開羅宣言開始 經過波子丹宣言 亞爾達密約 日本投降書 麥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號 舊金山合約 日中台北合約 以及中美共同防禦條例 都沒有 把台灣的主權交代清楚 這都在搞模糊 這麼多的合約裡面 都沒人看到 所以在台灣這麼多政體 都怕不出去了 我們比勒長因為 高贏美國 其實比勒長他有辦法這麼清楚 是因為美國需要 補很多機密檔案給他 你一個學者 你要研究一個學 一個道理的東西 要寫一個論文 你也要有資料 你沒有資料 你要研究 你不能天馬行方 自己變故事 所以剛才我們說的 尼克森那個所在 得知跟認知 得知不等於認知 這都這些 你騙中國人 中國人是說 你就這樣說 我就這樣聽 他反應就說 他知道 他認為 都自己在哪裡說 這個地方 817公報 上海公報 這些東西 我不會一一解釋 所以要跟你說一個重點 這個地方 1970年的上海公報 後來中美斷交 他跟他建交 包括 後來 817公報 裡面 都不厭其煩的提出 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 中國人都心肯定 認為台灣是他的 美國 他都不會跟你說 台灣不是你的 是我的 是美國這樣說 他不這樣說 他說我尊重 因為 他占領不能移鑽 移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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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給你看 那個簡單的 大字報上頭的跟你說 因為美國很清楚 台灣這個土地 是日本天皇的領土 我怎麼把你分配得多 什麼人接到那個人 你一定要移鑽 跌跌跌跌 你一定要移鑽 所以他怎麼亂說 都沒關係 一項問題很簡單 你只要繼續 你們這些 台灣人 納稅金來買一些 無路用的武器 這樣就好了 屬於我們用邏輯性 在座各位 我們用邏輯性來輸購 你做這個動作 他背後的動機 是什麼問題 我們來講那個動機 就好了 那過程我們不要管 我怕你整理這個東西 給你 就是要讓你看到過程 這樣 紅的這個地方 尊重租款 跟娘頭的完整 這三個東西 都你講這個 都把這些美國人玩了 我們在2009年的時候 司法院有這五項打斷 這五項打斷 我等一下 後面 繼續 我把這每一項 其實在座位 各位 這五項裡面 應該是這個 第一次聽到的人 比較知道什麼意思 就是說 本土台灣人 無國籍 因為你拿那些 青色的 負責出去 好像 不是很好用 對吧 所以 這五項裡面 可能你對 第一項你比較有概念 其他這個問題 你看 台灣 本土台灣人 沒有國際生理的政府 這剛才第一項 你不一定看得到 對吧 是不是這樣 你覺得很清楚 這條 在公司的人 才不可以少給他手 基本上 沒有什麼概念 再來就說 到這頓 台灣人 還生活在政治連絡 這也聽不懂 什麼叫做政治連絡 這政治連絡 我剛才跟你講的 因為我拿綠卡 我不能投票 美國行政團員 要主動協助 我安革 生理他們的政府 這簡單 但是政府要怎麼生理 對吧 他說你回去生理政府 你就開個記者會 我生理了 你沒有人民 你人民在哪裡 目前 美國 目前的台灣 又是美國軍事占領當中 奇怪 怎麼會是他占領 不然是他占領 怎麼會是他占領 我現在解釋 一項一項解釋給你聽 這個問題我快速 直接養在後面 因為你如果要占領 這樣才好占 我們什麽 十分題和 跟鳥頭 到底怎麼分 我用這個 很簡單的 你只看這個白色的 生理你不要看 沒關係 什麽十分題 因為 今天你如果沒有跟 這個主權管理 跟主權義務 跟你說清楚 你看文中 你看沒有 你真的會看得悲哀 主權管理 就是市民地主 這個主權的義務 是次要 這樣說 現在的報道理局 它是市民地 但是美國如果放棄 它的主權管理 它就獨立了 當時的韓國 日本天皇 導航的時候 韓國就是這樣 它放棄主權管理 關它 因為它是市民地的性質 但是 台灣 為什麽說台灣 我們是領土的時候 變做領土的時候 變做領土的時候 它就 遊戲規則 主從的關係 就做改變 報道理局 我剛才又講了一次 報道理局 美共如果放棄 它的管轄權 管轄權 地理權 就是主權管理 這個放棄 它相對 它就沒有義務的問題了 但是 日本天皇 它為了 它就要讓台灣 變做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它根據 曼國共法 在台灣這個地方 實施法民法 叫台灣這些人 要選日本選 可以說日本 可以寫日本 可以看 看得懂日本的 國內的那一本憲法 你不知道有辦法 實施民地憲法 它在台灣這個地方的建設 它在四月搜 它叫四五年四月搜 它用 教書 選擇台灣這個地方 實施民地憲法 它就對 自民地的這個位置 跳來這個領土 所以你看看 我剛才有給你看 麥克阿瑟 你簽那個投降書 它有說 它有代表兩個單位 你看看 日本的政府放棄關那樣 他放棄主權權利 你放棄主權權利是次要的 所以日本天皇在這個地方 還有租款的義務 還在 如果 我們用下面這個實施民地的例 在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 日本政府放棄租款管理 所以租款義務 下就沒有了 這樣 你投資 你就看 你就看這張圖 你就看有了 你要去看 就是說 當時台灣是實施民地 還是領土 因為已經是領土 所以日本政府放棄主權權利 所以主權義務還在 這樣有清楚嗎 這樣 你只要 把這張圖 放在你的頭上 把剛才那兩段 這個 主權義務先有主權權利 再有主權義務 領土是先有主權義務 再有主權權利 這樣你只要有法度 知道說 日本放棄台灣的管理權 他的主權的義務還在 可以 主要 要說 減領不能移轉租款 這是根據 這個萬國公法 他的原則 因為你是 因為我剛才說的 上面這個地方是領土 他才用這個 下面這個東西 其實 美國紀念是台灣的主要 領土的管理權 現在是他在領土 他有義務 如果他告訴我們說 我現在放棄占領 那他可以走 他可以走 問題現階段 剛才說 第五項 台灣目前還是美國軍事 佔領當中 所以美國有義務 這個地方還有義務 因為他還沒有離開 我要給你看 你現在手頭 後面這張 你們有拿這張文選 你們免協了 你手頭有了 你手上有這一張文宣翻過來 那個錢 要說台灣這個土地 是怎樣 變成日本天皇的領土 因為 根據萬國公法 剛才開始這個馬關條約 你看你們手頭的資料 他八九五年馬關條約 把台灣這個土地 大清帝國大皇帝 割讓給日本天皇的時候 還有一個地方 根本不是大清的破殖地 還不是他的殖民地 就是現在中央山脈以東 我們住民就是高山的這個地方 他要來接受台灣的時候 才發現台灣這個地方 競年還有土地 不是大清的 所以他只要用十年的時間 出兵 用十年的時間 那時候 叫做賽德克巴來 就是在說這個故事 他用十年 把台灣的租款建立 這有兩個時間 很剛好 是不是我 我想這樣 但是 應該是 我想應該是 一九三七年 剛才路高橋 一九四五年 剛好麥克阿瑟 去登陸 流球 這兩個年代 在這個地方 你知道為什麼 你一九三七年 他去路高橋 去建築堂的時候 他為什麼 怎麼會這樣做 你知道馬關條約 當時 他割讓台灣跟澎湖的時候 還有一個地方 叫做遼東半島 他把遼東半島也割讓給日本天皇 但是 後來 有三個國家出來反對 他說 這個遼東半島是大清帝國 他們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你不可以把它割讓 給日本天皇 所以第二年 還用一個協議 還把遼東半島還割讓台清 他還割他 兩萬多年的白銀 不糟糕 好像是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 兩萬多兩白銀 那個時候 他在發動戰爭 他也怕說 台灣那時候是民地萬一 如果戰敗 還要把他殺回去 所以 想當然了 他趕緊在台灣實施黃明化 就是 給台灣人 可以說日本話 可以說 可以殺日本理 可以看得懂他們 這個 內地的這本 明治憲法 在當時 開始直接 頭到尾 差不多有 八年的時間 有八年了 八年的時候 這個麥克阿瑟 開始去登陸的那一年 他趕緊宣佈台灣 是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能因為我戰敗 而被割讓 原因在這裡 所以你說 很多人說 他不要做日本人 那沒辦法 我老爺 就算他是殺人犯 他是強姦犯 他也是我老爺 我沒辦法算 我覺得他很堅守 我是孤雷 我覺得他很堅守 但是 我沒辦法算 我沒有辦法選擇 小蔡要幾點 這樣清楚 我除了 等路讓你們走 我講得快 我要讓你們看一項 你們好像吃到黑價丸 這當然是英國的錢 英國的錢是這樣 這是總督府時代英國的錢 但是 開始時代日本帝國憲法 英國的錢不一樣 已經完全不一樣 用這項 後面這項錢 日本銀行 跟剛才我說 中國的道理 是贏不贏 我們這都照道理來 你們手頭有這項錢 我說快 你如果有勝出 要了解 要拿這些資料 你就隨身帶帶 在後面看 這殖民地 書面他們的想法都一樣 台灣很多政體 他們的想法 當時台灣是實民地 包括平民民 黃焦東 這些人 他們的想法 都是台灣 當時是實民地 這些人都是 台灣管理法 這個條過 來 我現在說這個給你聽 我們剛才有說台灣關係法 沒有在這個說話 我念給你聽 1979年1月1號以前 美國承認中華民國 得台灣自理當局 表示以後不承認 你看這多好玩的事情 你回去用網路去查 中華民國國民黨查不 你要查中國國民黨 這個Google Yahoo才查有 你去查台灣民進黨查不 你去查 中國國民黨 就可以用 我中國民進黨 為什麼沒有 你要打 中華民國民進黨 你知道嗎 你自己回去查 這裡台灣前途 一個人去玩 算了 你看 你看 中華民國民進黨 這不是 這不是我 把黑白打開 你們回去 求情 來 中華民國國民黨 可以嗎 沒有 他如果用中華民國國民黨 他就去用網路了 他有在這裡 揚武王位 這個我看 這是一台軍機 走來台灣 這個是參議員 那個 眾議院裡面 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這個 沒多久以前來台灣 你繼續說軍事 我是覺得說 在這個時間點 你實在 不要 我們早上秘書長 有一個政府 讓你證明美軍要進來 我這裡還有一個政府 給你們看 這是2010年 在美國9月20日 他在增兵 要增兵 你看 要重返亞洲 要會中文 韓文 泰語 菲律賓語 再美的留學生 沒禮卡 沒居留 他沒禮卡 他開放直接 你來先來做兵 我就直接給你跳公園 先給你宣示 先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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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在現在 你要知道 建政法的架構 主要是 我給你占領 我在這個地區 替你先給民政府 你這個民政府 在這個地區上 有你的法律 有憲法 有國旗 有國歌 有議會 所以只要維持好平 這個占領軍 就要離開 我剛才跟你說 國民黨 在台灣 用白色恐怖 228 白色恐怖 米荔島 差不多台條 你三台人 所以我們台灣人 是大人 都會說 小人有行不去 你就跟他聽就好 不要說 你說就有事 所以 為什麼國民黨 有辦法在台灣 通理這麼久 你剛才說的 舊金山和民條約 你占領 簽訂客人 90天你要離開 因為台灣 不是 日本天皇的民族 已經是領土 你怎麼可以 把你台灣人這樣算 但是 沒辦法台灣人 已經去用 頭前發事 有特殊的人 去用台詩了 高級知識分子 都給你台詩了 我們台灣人的這個意念 就是民族 民族性 透過這三台 把你生成清淨 完全不老 所以會記 在政權方面 只要維持和平 占領軍 就必須離開 這是原則 所以你看 我快速幫你看 這都米在哪裡 為了這組不和平 只有這個理由 包括毒澱粉 毒奶粉 製造恐慌 你恐慌 現在的福島也是你恐慌 我認為為了 後來這次選舉 你報局 讓你們這些人 義憤甜言出來選舉 唉唷 實在 結果這些官都不用落台 因為他恐嚇成功 根據我剛才跟你說的和平 以後他們就要離開 他挑戰 幫你做給你無和平 都這樣 沒有到一項例外 我找很多資料 你們委員幫他去搜集 掌握新聞 你再用夜番 又出來了 這個夜番 好像龜姬馬 對不對 他又跟你說 又有狂犬病 要是又開始注射 司機又幫他走 讓你們這些台灣人 又說 用一項新聞 再幫你押一項 這也不押 每一項不押 電腦 可以搶頭頭 發生 發生由 裡面沒發生 這個影片我不要放 我留一些時間 我幫你押一項 我跟各位說 這個 這個 這都人在玩 其實我們去玩 所有的台灣人 這六十九年 都生完在地獄裡面 你都以為 你躲在天堂 都這樣 也要跟他散 我要讓你直接看後面 因為這個東西 我快速和試過 他們要走 中華民國已經要走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他們在金門 這個 大金門 跟小金門 這中間有五點四公里 他現在在蓋這十 這是他們未來的一些難度 要蓋的 大燈 這是未來的難度 但是現在你蓋這十 金門大橋 馬英九有去煎菜 你要回去 送一個禮物給他吧 所以 大燈跟二燈 剛才你小金門的左下角 最靠近中國 會問 所以他也撤軍了 連媽祖就準備要去觀光賭場 還要送人 這還沒去 不是去好 這是拿到 另外就是平壇 你知道海鞋號的人 可以拿手 海鞋號 知道 有啦 三位 這個海鞋號就是準備要選 我放鴨瓶 來 這個鴨瓶 沒有 你檔案那個嗎 對啊 沒有啊 就這個啊 你在左下角就 你們不服氣 這個有啊 有啊 好 繼續節目當中 我們來看距離台灣最近的福建省平壇島 在大陸中央選定它成為兩岸綜合實驗區之後呢 三年之內迅速開發 那麼現在呢 開通了台中台北兩條航線 而船行時間最多只要三小時 在實體交通上呢非常的方便 未來也將投入將近70億台幣 建設全島光線網路 3G無線覆蓋 以及離岸數據中心等等項目 要打造平壇島成為一個智慧島 也成為兩岸通信交流的新平壇 昌明 麗娜輪 捷攬釋航 歡歡駛向海峽的另一頭 台北 即開通福建平壇 台中航線後 兩岸大渡輪時代再添勝利軍 海峽加加麗娜輪 平均大概有他載客量 這可以載三百五十台收起車嗎 三四萬人次 作為大陸距離台灣最近的地方 平壇不論直航台中或是台北 最快只要2.5小時 貨物運輸長三角 珠三角更是一天搞定 已經有眼明手快的企業大張旗鼓 砸下336億台幣 投資打造可見 來齁 我要給你看後面這個齁 這叫做平壇實驗區齁 這就一國兩制不是嗎 這不就叫做一國兩制嗎 為什麼他不這樣講 你要給你看沒有啊 後面那個價值可以用的 這不是海峽大橋 這個是海峽大橋 剛才那個是金門大橋 這個已經蓋好了 海峽大橋已經蓋好了 來 我要給你看這張而已 我收集資料 我收錄這張 我就覺得怎麼這樣 你要看 這是福州市 城市總體規劃 2009年到2020年 他們的計畫圖 各位你看看 我們這裡是20010年才開始上課 2009年我們才剛才夠贏美國 在那時候他就已經設計好了 你看他的箭頭是對台灣的主緣 所以現在福茂就是要把台灣的主緣 你去不去 你是在怕什麼 他是叫台灣的人去投資也給他優惠 他的人來要創什麼 他的人不來 你看他的箭頭是這樣出去 這樣進去的 他有重力 他透過金門馬祖平壇 把主緣整個蓋起來 所以你福茂 要通過就通過 你中國人快走就好 煩惱那麼多 所以你有上課跟不上課 就差在這個地方 這個圖案就是 我們主要對我選團說 我們在辦新聞證 我們在辦新聞證 到底新時代 新政府 新ID 這個政府就是在座各位來這裡最高 我們一直在訴求 就是這兩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因為 下課 現在存五分鐘 我放一段圖案給各位看 這個圖案裡面 要說一件事 就是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了 剛才我在過年前 我要 我學生在美國回來這裡上課 我去中政紀念去載我學生 這個交通警察 他在華航大廈 他看到我掛車牌 他就把我抵 抵到華航的地下室停車場 我停好生意 他才下車 說有這關警察 他怕你懷疑我 有可能說 這台車我有懷疑 有可能他有爆裂物 你應該當中路邊就給我抵下來 怎麼抵到地下室 我車還停好 鋪好他才下車給我抵 所以他別人不去抵 他都要抵到我 算他運氣好 我剛才你收集 所有中華民國不好的東西 定義我也要你把他送一口 因為我們存五分鐘 我們稍後會把這個紅瓶放 你去方便 你去方便 看好完 這樣對你有一個幫助 最沒有你怕你來這裡 我要讓各位了解說 中華民國 比較是不容易 因為這個東西 你如果不在你的心肝拿到 還對你懷疑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說 沒差你在這裡最可 真的 你沒差你在這裡最可 你若是沒有看完這個紅瓶 你對你來這裡 對你個人三成一個影響 你這個時候 你沒有很積極的 來參與民政府的所有的活動 你拿到這個支付 不用多久 你要再見 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時間點 你沒有再照你的朋友 你的同學 你的親戚朋友 你的小弟小妹來上課 後面你單操他去接那個單位 你沒有朋友 對你來說是很危險的 好嗎 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萬人把這個紅瓶碰 就不要停 待會兒你們就去休息 這樣好不好 來小菜那個影片 對啦 我就跟你說 你有你的公法 我也有我的公法 就跟你說 都是政府嘛 你現在你說 你一直口口聲說 你叫做台灣的中華民國 就跟你說 中華民國就不存在了 你只說 沒有 按照中華民國線 你跟他講 中華民國就沒有了 你自己去上網去查 就跟你講 中華民國沒有了 你給我 然後呢 然後你那個 我問你齁 你們現在的紅單子上面還有中華民國嗎 你現在開的紅瓶碟頭 你這個東西卡在這裡很大 車子要開齁 在目前 我跟你講齁 開上路就是 我沒有錯 我上面已經有標示 第一個為什麼要這樣子 那你 因為 這一桿我是在怎麼搜 你看 這個已經說這樣 你有看到嗎 這個折損啊 浩排的折損啊 對啊折損 沒有你開折損的單 你這也為了規定懸掛 你這也沒有電費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怕你已經去 我這怕你再去 監禮所去檢查 而已 這是監禮所 我有去檢查嗎 那就是沒有規定嗎 沒有規定是因為 他切牌 兩台懸掛 我今天沒有違法 我們今天是照我們的重量 你本來就違規 你沒有違法 沒關係 你開單嘛 你以為我違規 你把我開單 沒關係 違法你的中華民國的規定 去開單子 沒有關係 對啊 這個他也給你 你以為他講 你中華民國是個政府 台灣民政府也是政府 我們今天沒有違法 也沒超速 什麼都沒有 沒有問題是 你懸掛的位置 你開單子嘛 我就跟你說 你以為我違規 你開單子 你開單子 我就跟你說 你現在包括 你的紅單三線 也沒有中華民國 你的駕照呢 我那頂就是駕照 那頂就是駕照 按照 好啦 你按照你把我開單 你把我開單 你的駕照也不是 我知道啦 你就把我開單嘛 這是車子的行照 上面不是寫駕照 不是Driven License 是不是 這頂叫做駕照 這頂叫做 如果按照你的說法 這是台灣駕照的身份證 這也不是駕駛執照 那個就是我們的駕駛執照 那是你的駕駛執照 你可以求證 對啦 我就跟你說 你有你的公法 我有我的公法 中華民國 有了嗎 你一直跟我說 根據中華民國什麼東西 我的意思是 根據大陸 交通管理所 唉唷 不要這樣說 我知道啦 我沒有違法 你可以開單子 你可以開單子 你可以開單 沒關係我接受 你本來就沒有違法 你只是違規而已 好嘛 你開單嘛 我現在跟你說 你可以開單嘛 我收嘛 我來發款嘛 對啦 我的意思是跟你說明一下 阿你就開單子 我沒有叫你不要開單子啊 你剛才還沒跟我說中華民國 阿中華民國就跟你說不下去了 你覺得中華民國 你現在紅衣衣衣上面 中華民國 我挑戰給你做多少個 上面不會寫中華民國 阿不然你剛剛 你剛剛為什麼一下車 你就說你中華民國 你上面有寫中華民國嗎 你不要 我沒有跟你亂說 我今天才去 我說你開在道路上 就要按照道路交通管理事法條例 對啦 安全規則 你要知道齁 台灣這個土地主人 是什麼人 你知道嗎 台灣民政府是這個土地主人 你最好用無線電 問你的主管 台灣民政府到底是什麼 單位 你這幾個 你這幾個 你有改名嗎 我改名 改名 改名 我改名姓方 你如果說我不依規定懸掛或是怎麼樣 你就開庭就好了嘛 我就請你開庭 那是你不知道而已 我是跟你說你可以去問你的主管 我沒有叫你不要開單子 說明我現在要怎麼辦 我先跟你查核一下 好啊你查核啊 按照說我都是依照這個條文跟你說明 那規則八十條條第二項 出門要攜帶行車駕照執照 以備警方查驗 啊你現在就沒有駕照 你只有出示行照 我已經不錯了 我今天還有中華民國的行照 我平時出門我自己驗車 我才帶那張 沒有我平時就只有那張跟我的身份證 而已 啊你不想驗車我今天再去監禮站 再去做這個動作 哎唷你媽媽這樣 早上十點去驗的啦 我今天就是驗車 我不知道知道中華民國的行照 啊不然我們就有行照 我們怎麼就帶那張 你沒有駕照啊 啊我就跟你說我們駕照 台灣民政府的駕照就是那張身份證 你聽不懂啦 就跟你說不一樣的政府 啊你跟我說台灣民政府 你說你中華民國 結果你現在跟我說中華民國 你也不敢說 就跟你說中華民國 沒有了你又不知道 叫做台灣治理當局 那叫做台灣治理當局 駕照 駕照 你也有旁邊 那叫做台灣 對 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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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你們的主管,不跟你們說清楚啦 我們不是前一次啦 這已經做了幾次了啦 我們是合法的,我們不是非法的 我的東西是沒辦法抹去的 來,這就可以了 你那個東西盤裡 對啦,我就跟你說 你有你的說法 我也有我的說法